嘿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星星猴 今天带来一款非常好玩的游戏 叫做极简地下城 那么在卡萨山谷深处 一道宫冲入天际 那么我们就就此诞生了 作为远古魔神的一个碎片 为了探寻自己的绅士绅迷 我们将从卡萨山谷开始 穿越整片帕奇大陆后 最终抵达六神巨塔 那么打败无数强敌 成为这片大陆上的王者 就在这款游戏 那么这个游戏是一个极简风格的RPG游戏 我们可以在游戏中遇到各种任务 怪物NPC以及商店 都以方格的形式呈现 关卡多由数个房间 组成地牢模式 我们需要在各个房间进行探索收集 并且提升实力 最终击败最终boss 通往下一关 那么在游戏里 我们可以体验传统的RPG 打怪生机不断变强的节奏 和地牢式的策略探索 那么游戏操作也是非常的极简 点击方格就能玩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一下 这个极简风的游戏 可以看到每关的地牢 大致分为四关差不多 然后这里边有这个经验 咱们疯狂点击 可以看到咱们上边这个HP 就是血量 IP就是体力 然后这个ATK应该是攻击力 刚看到我们这个绿格 就是经验的 利用点满之后 可以再次获得这个金币 通过这个金币 也可以为我们一些东西进行升级 然后红色的这个是怪物 当我们攻击这个红色怪物同时也会掉我们自己血量啊 就类似于这种这个一换0.5 或者一换0.7 这么一个打法 那么不光怪物会回血 我们自己的血量也会向上回 这里的话就需要通过来获得金币 来升级我们的一些防御力吧 然后上面那个水 也算是可以再次用钱来购买 这个钱是通过购买地表上的这个风格啊 你看当我们快速攻击 把咱们自己血量耗没的时候 咱们的攻击跟防御都会重新刷金币 又变为了0 好 这里通过钱来购买去升级咱们的能力啊 左边 下边 咱们可以一探究竟 那么肯定是往下走了 左边是咱们刚才回来的 那么第一关的首关BOSS就在这里 咱们准备对决第一章的这个强大的魔怪啊 就需要把前面的东西都解锁 你像打开宝箱呢 获得更多经验 以及金币 快速升级我们的技能 好 升完以后可以看到下边攻击他 咱们左边 根据咱们自己的血量来平衡BOSS的血量 那喜欢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请订阅手游库玩 最后3D咱们2多D 这样的话咱们就不掉血了 瞬间就将它击败 那么第一章也是完美的过关 下面来到第二章 这里的话也简单交代一下这个剧情了 因为这个游戏最早是在 国区的这个提款商店是有的 但是后来被下架了 所以说现在想玩的话是玩不到了 那么也可以选择去玩这个安卓版本 带有汉化这个版本 那这个的话可以看咱们是18D 那它比咱们少咱们就可以干掉它 那同时有了这个技能以后 还可以进行一个增加一个技能了 那上面能点点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忘记点点 当咱们血量比较多 可以瞬间带走这个怪物 这个技能点是我们升级以后获得的 可以看到左上方这个LV6是我们6级 也就表示咱们一共点了6个技能点 所以说再次升级 这个图标上会有一个1或者是2 这也就表示咱们剩余的技能点 所以说血量加点攻击加点是可以 那么防御加的话 就是在跟敌方这个同时兑血的时候 会损失的更少 那这个游戏我个人给出的是一个三星评价 还算是中规中矩 那么它极简风做到了极点 但还是缺少一定的游戏的临场感 那么整体玩的都类似于这种放置类的游戏 并不像一个真正的RPG游戏的人物在打怪 所以说咱们玩起来整个画面都是方格 那么很可能一切人是接受不了的 那么纯极简的话 它这个也太极简了 从整个战斗变为了点击式操作 那么这种习惯玩IDLE 或者是放之类的游戏的同学 可能这个游戏上手会更快一些 那么大多数人可能是无法接受 这个没有人物战斗的互旋画面 那么点击方格 这个设想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最终暴使在这 咱们看看能不能满血一波带走 咱们缓一缓血量增加点攻击力 那么增加能力的时候 玩起来是比较爽快的 满血看看能不能一波带走 右边HP咱们可以解锁 或者直接打也可以 好 漂亮可以一波带走 那本期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